本文来源 时代周报 作者刘穆轩 原定从英国伦敦飞往新加坡的新加坡航空SQ-321班机 在北京时间下午40左右遭遇剧烈的湍流 导致飞机严重颠簸 紧急降落在曼谷苏万纳普国际机场 经西航确认 这次直飞的机型为波音777-312 当地时间21日19时30分 泰国苏万纳普机场总经理就新加坡航空公司客机事故 召开新闻发布会 根据发布会内容 机场多名乘客受伤 一名73岁的英国乘客死亡 未受伤或受轻伤的乘客将于21日21时45分 乘坐飞机前往新加坡张仪机场 受伤乘客目前已入驻医院接受治疗 机场将持续跟进相关情况 并为受伤乘客办理相关入境手续 另据BBC报道 该名男子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 新加坡航空方面还表示 目前已有18人住院 12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北京时间21日晚9点45分 时代周报记者致电西航工作人员证实 涉事航班于北京时间下午4035分 请求迫降在曼谷素万纳普机场 机上有211名乘客 18名机组人员 西航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目前没有有关乘客国籍的信息 后续消息还要等待总部公布 另外 曼谷素万纳普机场工作人员 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涉事飞机迫降落地后 机场的医务人员第一时间将救护车 开到跑道上救治伤员 目前飞机也已经安全离开跑道 一遭剧烈团流 根据航班数据追踪网站 Radarbox.com 飞机在起飞约11小时后 在短短三分钟内 飞机高度下降了5650英尺 约合1722.12米 北京时间下午4.07分20秒 飞机的高度 还在36625英尺 约合11163.3米 到下午4.10分21秒 飞机高度下降到30975英尺 约合9441.1米 这段时间被普遍认为 是飞机遭遇剧烈团流的时刻 但另一家航班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的发言人表示 他们认为 飞机遭遇团流的时间段 是在北京时间15点49分左右 当时数据显示 飞机向上爬升 并在一分钟内返回了学航高度 流传在社交媒体的视频和照片显示 飞机舱内的餐食散落一地 座椅上方的仰气面罩 已经脱落 行李架上凹痕 据路透社报道 涉事航班上的28岁学生乘客 Safran Esmer表示 飞机开始倾斜 摇晃 我开始准备的时候 飞机突然急剧下降 所有坐着且没有系安全带的人 都立即被抛向天花板 有些人的头撞到了头顶的行李舱 把它撞凹了 他们撞到了灯和面罩所在的地方 事发紧急 据泰国媒体第一频道报道 飞机遭遇吞流后 机场向曼谷苏万纳普 机场地面控制人员 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 这是航空业内代表飞机遭遇紧急情况的信号 仅在机械故障 机上人员突发疾病 遭遇吞流等状况时发送 资讯公司航空倡导部主任 安德鲁查尔顿 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吞流造成的死亡极其罕见 但这架飞机穿越的热带地区 的确经常出现吞流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从2009年到2018年 吞流战役报道航空事故的三分之一以上 大多数事故造成一人或多人严重受伤 但没有记录表示会造成飞机损坏 此外 新加坡航空长期有着较为优秀的安全记录 其最近一次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 发生在2000年10月31日 从新加坡经中国台北 飞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 该航班试图从错误地跑道起飞后 撞上了台湾桃源国际机场的建筑设备 造成机上179人中的83人死亡 又是波音 今年内的航空安全事件 似乎格外频繁 而且涉事机型又大多都是波音飞机 根据非常准查询 5月21日紧急降落的新航客机为 一架波音777 312型客机 G016.3年 于2008年2月交付给新加坡航空 波音公司5月21日 在社交媒体就新航迫降一事 发布声明称 正就此事与新加坡航空进行联系 并随时准备提供支持 波音向失去7人的家属 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波音与乘客和机组人员同在 从今年1月的飞机舱门掉落事件后 波音就深陷安全管理泥潭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初步调查发现 1月份的事故原因是 用于将面板固定到机身的4个螺栓全部缺失 而自1月份以来 波音公司在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20多个工厂进行了停工 以提高安全生产质量 其中还包括位于华盛顿的737MAX工厂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调查也显示 波音存在多起案例 未能满足制造质量要求 但尚未对多名波音吹哨人的更多指控做出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以来 已经有两名举报波音安全质量问题的吹哨人死亡 5月2日 45岁的波音供应商 Spirit Air Assistance前质量审核员 约书亚 迪恩去世 据西亚都市报报道 迪恩因呼吸困难入院治疗 再接受了插管 并出现肺炎感染的两周后死亡 生前 迪恩曾向FAA提出投诉 指控Spirit的737生产线 存在严重的不当行为 此前 更早举报波音的吹哨人约翰 巴尼特在3月9日 被发现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的一辆汽车中死亡 在5月17日发布的一份警方报告中显示 生前曾质疑波音安全和生产标准的巴尼特 被判定为自杀身亡 但巴尼特的律师在他去世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他会自杀 查尔斯顿警方需要对此进行全面准确的调查 自2019年波音主力机型737 MAX停飞以来 波音的亏损总额已超过310亿美元 自今年年初以来 波音的股价也已经下跌了近28% 这也给波音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空客 让出了不少市场份额 当地时间5月20日 沙特航空集团向空客订购了105架飞机 订单总额为190亿美元 成为沙特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迷航飞机订单 空客在2024年一季度财报中透露 计划在今年交付800架商用飞机 比2023年多出67架